我们都知道 在艺人的世界中有很多让人津津乐道的秘密 比如 吴根生为何要土改24节骨通道的纹路 真的只是为了避免所传飞人吗 吴根生为何要挟取九旗迹 是为了封锁各种艺术修行的上限吗 而九旗迹是否又存在彼此间的相生相克呢 还是说只有那另外的第九旗迹 也就是吴根生所误得者 可以统侠克制其余的八旗迹 还有吴根生的来历不明 他体内的神明灵源英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又传承轮回了多少年呢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在内森片中寻找答案吧 一艘行驶在海上的货船突然出了意外 整个船上的导航系统全部失灵信号也随之消失 整艘船现在已经偏离了航道 两个船员赶紧出来查看情况 可出现在眼前的一幕确实二人震惊不已 只见一个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神秘人 竟然站在船的围栏上看着他 两位船员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他们船上 金毛问神秘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可神秘人并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跳入了海中 这可给两人吓得不轻 嘴里一边喊着上帝呀一边来到围栏处查看 但神秘人早已没了踪影 二人能看见的只有大海和一缕黑色的头发 画面一转 神秘人已经来到一片树林之中 突然一个无奈的声音从山洞中传出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想来就来啊 神秘人坐在一块石头上并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就打算一辈子滥在这里不出去 洞中人回答 那不然呢 我已无欲无求 这里的太平日子不是挺好吗 而且我还交到了新朋友 据说也是从咱们那边过来的 神秘人闻言黑黑一笑 说道 这一路走过来 我见到无数人暴食荒野 你管这叫太平 洞中人却不以为然地说 这里的法则就是这样 你见到的就是这里的太平 要不你就留下来陪我待个几年再走了 反正你不论哪里都能来去自如 想走的时候再走呗 神秘人拒绝了洞中人的挽留 因为他还有事情要去做 洞中人问他 难道是想结束当年的一切吗 神秘人说 他没有这个打算 他没有那个本事 也没有那个胆量 他的诉求只是完成他的一点执念而已 洞中人听闻后 忽然安静了下来 估知过了多久才说道 你是不是活腻了 可他并没有得到回答 因为神秘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 张楚兰和张凌玉也来到了工作现场 张楚兰刚到便开口劝道 大家都消消气 没约在北京 也没约在天津 既然大家都同意来狼房谈 那不就说明大家都不想把事情闹大不是 其实 我没这么大面子来给各位说和 但这是公司给安排的工作 大家都理解一下 张楚兰转头对豹爷说道 豹爷 这事就算了吧 然后张楚兰又对小桃园三兄弟说道 你们哥几个也算是熟人了 就别给兄弟我添麻烦了 你说我这刚从江西回来 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为你们哥几个跑着忙回来 我也挺不容易给个面子 这事就算了吧 小桃园开口说道 不是我们不给你张楚兰面子 他一个琉璃场的人 跑我们古文化街来摆饰 他这顿奏癌的冤枉 赵勇一听脾气就上来了 你们小桃园够王道的呀 我兄弟去就得挨揍你 是不是这意思 见众人吵得不可开交 大有要动手的架势 张凌玉赶紧出言阻拦 你们的俗事放一边 这里都是圈里人 这么心服气造像什么样的 平时养气的功夫都败练了吗 张凌玉话音刚落 就有人问 这他妈长毛谁呀 可没等张凌玉自爆家门 就有人认出他了 这不是张凌玉吗 为女的死 为女的王 为女的八戒四张狂 听说是让天师傅轰出去 给碧莲当碎催去了 赶紧回家抱娘们去吧 这没有你说话的份 听了这一群人的嘲讽 张凌玉脸都黑了 张楚兰见状赶紧拦住张凌玉 小师叔 养气的功夫不能败练 咱们得有涵养 赵勇对张楚兰说道 别说我们不给你面子 只要小桃园他们给我兄弟赔个不是 咱们这个事就好说 还没等张楚兰说话 小桃园就开口说道 别不要脸了 你一时加装的在这出什么头 这能伦得到你说话吗 再说了 你一个大老爷们 穿一身粉 整得这么骚气 是来平事的 还是来给大家找乐的 赵勇直接急了 老子穿什么你们管的着吗 只要拳头大 穿什么都能了事 小桃园直接嘲讽到 你也配了事 要是鲍爷说句话还差不多 说完还和一群兄弟差了起来 当唱到最后一句粉红大撒壁时 赵勇气得是脸上青筋爆起 招呼着兄弟就要动手 就在局面要控制不住时 一个声音响起 不 这儿挺热闹啊 众人闻声望去 来人正是冯宝宝 小桃园一看见冯宝宝 赶紧叫姐 冯宝宝对刘放招了招手 示意她过来 刘放立马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冯宝宝直接一脚将其踢飞 躺在地上的刘放 对其他兄弟说道 玩犊子了 今天这个事没得闹了 张楚兰一看冯宝宝来了 立马凑过来问道 你回来了宝姐 老王咋没跟你一块 冯宝宝回答道 老王说她身体被掏空了 回去疗养了 张灵玉见冯宝宝直接动手便说 宝姑娘 四哥的意思还是以劝解为主 上来就动手 怕是不好吧 冯宝宝解释道 没事 老四说了 把冯宝宝的都打了就行 赶紧处理完回去还有事呢 冯宝宝正在和张灵玉解释动手的原因 旁边的一个大块头 却走过来对冯宝宝说道 你他妈谁啊 还冯宝宝的都打了 可他话还没说完 冯宝宝直接一个大笔都就扇了过去 大块头直接被打的眼帽 惊心躲在了地上 赵勇一看兄弟被打 便走上前来对冯宝宝说道 抱上字号 我来会会你 别跟老子提什么公司 直接单挑 让你们见识一下 燕照狂龙赵勇的手段 张楚兰一听这个名号 就感觉耳熟 忽然他想到 那个被王振球给折腾的够强 看了一年心里一生的 可不就是这个人吗 想到此处 张楚兰笑呵呵地找上了赵勇 勇哥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 早亮字号咱们啥事不都好说 赵勇说 是看在公司面子 才告诉你字号的 咋了 听说过我 张楚兰勾上赵勇肩膀 对他说道 勇哥大名谁能不知道 那可真是如雷卦 你早亮字号 我就跟你提人了 赵勇却说 今天这是你提谁都不好使 张楚兰并没有在乎赵勇说的话 而是继续说道 你有一个朋友 跟我有过命交情 朋友的朋友 那咱俩不也是朋友吗 赵勇听得一脸猛逼 我的朋友谁啊 张楚兰认真的说道 西南独流啊 咋了你得忘了呀 赵勇一听这个名字 瞬间冷汗留了一身 他转过头对挨打的人说 兄弟 我觉得你跑人家地盘 闹事确实是你的不对 做人咱们得讲道理 这顿打你挨的也不算冤 这句话直接给挨揍的兄弟听傻了 这啥意思啊 这事就算了呀 赵勇转头对豹爷说道 豹爷啊 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有点事 我四孤家的狗要声了 我得赶紧回去帮忙 兄弟我就先撤了 张楚兰一听 赶紧把他拦住对他说道 别走啊勇哥 这边的事还得靠你给说和呢 赵勇立马认所 张哥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人 我小地方来的 这是我管不了 张楚兰赶紧让冯宝宝叫上小桃园 把事给说明白了 冯宝宝问道 你们三个还打吗 这三兄弟见了冯宝宝还怎么敢继续闹事 连忙赔上笑脸 不打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欢迎对面的兄弟来做客 喝茶搓麻都随意 张楚兰见状直接让几人握手言和 几人可谓是相见恨晚了 就差点来到桃园四节夜了 就在此时 一声行啊从旁边传来 说话的正是鲍爷 他点上一根烟 继续说道 公司还有这么水泥的妞啊 长得好看 身材还好 真赞 然后一只手搂住冯宝宝对他说道 哥哥今天谁的面子也不给 就给妹妹你面子 有空来我这吸骨骼坐坐 说完便带着人走了 众人走后 张楚兰对冯宝宝说道 宝姐 以前徐也不是教过你吗 对你毛手毛脚的都要收拾 冯宝宝回答说 是教过 可行为与性别没法当作绝对的判断标准 最重要的是对方的状态 而刚才那个人的气并不下流 另一边 鲍爷一行人走远后 有小弟不解的问道 鲍爷 咱们就这么让一个小牛给轰走了呀 鲍爷则说道 你们鲍哥我手是朝点 可眼皮可不窄 那个小姑娘可不是好惹的主 回到公司后 张楚兰向徐四问道 咋了 四哥这么着急 有啥任务啊 徐四回答道 工作量不大 也不麻烦 不过这次工作却很重要 级别也很高 因为这次的任务涉外 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重视起来 千万别再给我出什么岔子 张楚兰一听涉外 也是十分震惊 徐四继续解释道 一周之后 世界各地的艺人高层 就会来咱们这会面 这些人里也包括咱们公司的赵祖 一起与艺人指导 内森岛的主人会面 这是内森之王 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张灵欲好奇地问向徐四 那森岛的王是什么意思啊 徐四回道 你们没听过很正常 就连我也是在正式接班的时候 才被告知内森岛的存在 可要是说到历史悠久 这那森王可一点不输 你们天师府的天师啊 这群人在古罗马时期就存在了 他们生活在山林里 信奉森林之神 他们的圣物是一棵神树 而守护神树的便是他们的大祭司 也就是他们的王 按照他们的说法 在神树的庇护下诞生的子民就是神之子 张楚兰这时出言嘲讽 又是这一套 这帮人生来就高人一等 徐四点燃一根烟反驳道 这群人可不太一样 因为这些神之子身上都有神力 他问张楚兰是否还记得修身炉 张楚兰听闻大惊失色 不可思议地回岛 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全是艺人 徐四淡淡地答了一声对后 又继续说道 因为他们自身原因 神之子们连同神树一起消失了 同时他们也从这个世界的官方历史中消失了 从此 这个世界的某个岛屿上便多了一棵树和一群人 这个岛和岛上的人经历了上千年 却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份公开资料上留下他们的痕迹 你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标注它位置的地图 甚至连你看到的卫星图都是经过处理的 它只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政体封存的密档和暗网上的流言中 而岛上生活的人也是一群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的人 这就是一人之岛 耐森岛 一个不被承认的地方 听到这里张灵玉好奇地问向了徐四 那这个岛就是一群欧洲人组成的呗 可徐四却说 这可不一定 耐森诞生后和导致他们迁徙的人定下了一个协议 那就是他们不被承认 但也不再被干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世界上的其他种族或政体也逐渐接受了这个提议 但这个地球说小不小 说大也不大 想在地球上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多么隐蔽的地方 最后都会被人挖出来公之于众 那森岛当然也不例外 近千年中也有不少外来者登岛 当然能找到这个一人之岛 并能在上面活下来的人 自然也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按照内森岛与外边世界的约定 有外人登岛 就要接受岛上之人给出的选择 要么马上离开这里 至于外边世界怎么处理这个人 那不是岛民所关心的事 要么就是成为内森岛的新岛民 如果选择加入内森岛 那么就相当于这个人放弃了原来的一切身份 也就是说 这个人就从原来的世界上消失了 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 还愿意留下来的人 恐怕大多都是被外面世界所不容无处可去之人 而这些新岛民 可能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 久而久之 那森岛就变成一个多民族 多种文化聚集的地方 他们在岛上诞生的后代则会被神术庇护 所以内森岛上的人唯一的共性 就是他们全是艺人 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艺人之岛 而这座岛的主人 就是当年大祭司的继承人内森之王 张楚兰这时又问 这个王到底是什么人了 就在岛上待着呗 没事瞎溜达啥呀 薛斯解释道 目前还没有人见过王 这次王现身就是要公开身份 如果没事的话 那这王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现身 别说是外边的人 就算岛民也基本上见不到王 内森岛与外界的联系 完全是由九名守护在王身边的艺人完成的 这九个人就是内森卫 他们九人和王也是内森岛中 仅有的在世界上有身份的人 王这次来的目的 说是要和这个世界谈谈建设内森岛的想法 其实就是来要物资的 这种事以前都是内森卫来岛的 这次王亲自出马 那他们的胃口应该不会小 上一代的王露面也是因为这个事 在英国狠狠啃了所有人一口 这次王指定要在咱们这完成碰面 这是知道咱们国家发展的好 准备来蹭饭了呀 说完后 徐四将内森卫的资料递给张楚兰 张楚兰接过资料问道 那他们这王室怎么继承的呀 徐四说 具体细节不清楚 正常的话是老王去世后 神术会指定岛上诞生的孩子为新王 张凌玉听完疑惑地问道 正常的是这样 那不正常的吗 徐四守在脖子上抹过 淡淡说道 干掉王那你就是新王 就在张凌玉感叹那森岛的残酷时 正在看资料的张楚兰发现了问题 他看着资料上一张熟悉的照片 向徐四问道 四哥 这个人也是内森卫吗 徐四说对啊 这个叫以利亚的 你应该认识 就是你们在二十四节骨碰见的那个 还是咱们必懂 亲自盯着他们出的景 话音刚落 徐四像是又想到了什么 警告张楚兰 你小子想什么我知道 这个人的身份很麻烦 你可别给我惹事 张楚兰只能无奈达到 我懂 看张楚兰没有惹事的打算 徐四靠在椅子上 给几人分配任务 其实你们的活很简单 会面的地点已经快布置好了 入道时候直接疯掉 你们就跟着老三负责查证 没证的一律不放 而且那些车基本都是公司的 很好认 普通人想进来的话 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劝阻 圈里人来找事的话 就直接拿下 不用管他是哪国人 说完 徐四扔出几个助听器让他们带上 以便与外国人沟通 会面日的晚上 三人跟着徐三进行的查证的工作 张凌玉还对这个助听器赞不绝口 眼看着没什么事 张楚兰便走到一旁打算抽根烟 可烟还没抽就使来一辆车 而且还不是公司的车 徐三让张楚兰歇着他去处理就好 徐三来到车边让车里人出示正解 可车里突然射出一颗石子 直接打在了徐三的头上 随后就撞开了路障 直接向前冲去 三人听见声响顿时一惊 而下一刻车子已经朝三人冲来 张楚兰见状大喊着让冯宝宝拦住车 然后让张凌玉去救徐三 冯宝宝人在空中便抽出了腿上的刀 来到车子侧面的同时 直接一刀划在轮胎上 伴随着扑扑的漏气声 而会场里早已经做好了接见王的准备 赵总正在和一个外国老头惋惜前辈的牺牲 突然一句赵先生好久不见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来人正是佛剑石川流的当家石川姓 石川在和外国老头打过招呼后 便让赵总借一步说话 来到没人处 他对赵总说道 赵先生 对于之前我们与人和公司间的一些误会 我深感抱歉 赵总看出他的心思 直接打断他说道 不必再说了先生 致丸与魔人已经消失数年 您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 但这里是我们的土地 如果您是来观光 那我欢迎您的到来 可您要是有其他目的的话 请务必通过我们来完成 现在我就把话挑明了 如果我们真的基于智丸的话 那我保证 你们再也见不到这把妖刀了 我也知道石川先生为了守护这把刀付出了很多 我以人格担保 如果我真的找到了智丸 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文言石川也不好再多说 只能公身向赵总表达感谢 这是一位金毛赶来 对赵总说道 赵总 我们的王是不是来得有些晚了呀 作为东道主 我觉得您有必要让王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赵总微微一笑 叫来正在泡妹子的徐四 让他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张楚兰开门走了进来 略显甘尬地说了句各位王道 这一句话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徐四看到张楚兰有点发麻 这小子不是在外围吗 怎么还跑进来了 不过他也没当回事 反而是跟赵总嘲讽地说道 这小子还真是上不了台面 脸都给下摆了 看他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而赵总却看着进门的人说 不是来了四名内僧位吗 因为在众人簇拥下的那僧王 居然是冯宝宝 冯宝宝进门后用着别角的方言 和大家打起了招呼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就是那僧王 众为外国有人听的是云里雾里 赵总和徐四更是满脸冷汗 不知道该干嘛 张安见状提醒赵总赶紧走流程 之后再跟你解释 赵总也是老江湖了 赶紧调整状态 走上前去打招呼 张楚兰也赶紧介绍起来 这位就是我们哪都通的董事长赵方旭先生 冯宝宝也配合着用方言说道 这个胖子就是你们的头啊 张楚兰小声提醒道 王啊 咱不用模仿那方言也行 赵总赶紧接过话说道 尊敬的王啊 就让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次前来与您会面的朋友 他们分别是欧洲翡翠学会的理事 威廉斯宾赛 大帝之子的会长莉莉亚奇米娜 泰国艺人馆的班庄老师 在赵总介绍其他人时 石川信对身边人说道 这位王的中文说得很好啊 怪不得一定要来这里和众人见面 可他的儿子却提出疑问 这位真的是内森岛的王吗 因为到目前为止 除了内森岛没人见过王的真面目 我们怎么能确定他是真的王 石川解释道 根据资料记载 在他身边的那两个人是内森岛不假 而能让他们去守护的只有王和神树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内森岛都是在岛上出生的孩子 一降生就被选中 有岛上的长者教育 他们要学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对王和树有着无限的忠诚 无条件守护王和树 就是他们一生唯一的目标 他们甚至比我们还要纯粹 他们就是随时可为王付出一切的完美武士 所以拥有这九个人的守护 就是内森王身份的最好证明 可是石川身旁的女人却说 对这位王心存疑虑的好像并不止我们 而且还不单单是疑虑 你看大家看这位王的眼神都很有趣 就在大家都心存顾虑时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说话的正是刚才提醒赵总 王来晚了的金毛 他走上前对冯宝宝说道 终于见到您了 尊敬的王 您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真是令人意外 我是贝希摩斯的董事罗恩凯乐 赵总向冯宝宝介绍道 王这是一家美国的公司 罗恩直接打断赵总的话 反驳道 我们公司是服务于全世界的人民 当然也包括你们那森的 然后便伸出了手继续说道 很高兴见到您 我的女王 冯宝宝伸出手与罗恩的手握在一起 可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说道 这个是知识点 这个我学过的 张楚兰一听 人都麻了 我的祖宗啊 你可别在这档口犯 你那间接性机制病了 只见冯宝宝在向赵总确认 这是正式场合后说道 我在书上看到过 正式场合中握手的话 女性地位高或年长的 应该先伸手对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人这样就叫做没礼貌吧 或者说你觉得你地位比我高 还是说你的岁数比我大 罗恩直接被说得哑口无言 周围一群人见罗恩吃饼 也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罗恩也只能向冯宝宝道歉 说是由于太激动而失礼了 冯宝宝大方地松开手表示理解 罗恩似乎对刚才出糗怀恨在心 怎么了 有问题吗 罗恩再次被呛到 只能善善地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阿芳所见状怪笑着说道 选的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意外 见过冯宝宝的以利亚却表示 没想到拦住我们的会是她 这个女人就算是在岛上 也会是个令人惊讶的存在